凌水来一边用盆子捞锦里 鱼苗一边唱着歌 不过他唱歌不是用来解闷 仔细听他是在计算鱼苗的数量 这是彰化花坛特有的属鱼歌 在民国六七十年代 花坛是台湾淡水鱼苗养殖的重症 为了买卖时计算方便 养殖户发明了这种边唱边数的歌谣 以五为一个单位再来加减计算 取调不固定计算单位也因人而异的属鱼歌 在三十年前花坛上百间的养殖场人人会唱 但随着时代变迁养殖业没落 像凌水来这样还会边唱边算的已经算是国宝级人物 凌水来说当年行情好的时候外国人来买鱼苗一次就是两三万条 很容易赚钱自然很多人养很多人会唱 但现在鱼苗价格很低 没有人愿意从事辛苦的养殖工作 因此有特色的属鱼歌也慢慢在消失中